邓老师你找我啊 你们怎么做家长的哟 怎么了 昨天我是不是在群里说了 让你们这些家长啊 监督孩子把作业做完 你看看你家话第一 一个字都没写 邓老师 这点小意思你拿着 这是干嘛呀 你帮我教育教育 拿拿拿回去 邓老师 像我们这个工作啊 没有太多的时间教育小孩写作业 这爷爷奶奶我管成都也很低 也没办法教育他 逼该写作业 现在教育模式就这个样子 如果你教育不了啊 你就把你小孩子接回去 邓老师 像打听个人呢 邓兵你认识吧 我弟弟啊 他上半年呢 在我公司接了一个项目 你是那个华经理是吧 是我 你做嘛 不做不做 简单事情啊 这个项目呢 到底验收这个阶段 这个项目哪里做的对 哪里做的不对 要不你帮我验收一下 哎呀 华经理 你这开什么玩笑嘛 我一个教师 哪里懂你们验收不验收的嘛 你不懂是吧 你不懂那就验收不公 验收不公的话 那后面几百万的微管 那就接不了 等验收通过 再给他解 哎 华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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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竹筒酒啊 你拿去喝吧 没有喝过的呀 一定要买一瓶试一下 谢谢邓老师 邓老师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你们布置的作业 我们家长都不会 我怎么去监督教育他写作业嘛 是不是 我们只是说 尽量的监顾一下 监督一下 对吧 我们把小孩子放在学校来 也希望你们老师 能教育他成才啊 对不对 哎呀 华经理 这听你说一些话呀 我觉得确实很有道理 那这样 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改进 下午我就组织开个会 把这个现象整改一下 那就谢谢邓老师了 好